貧富 我跟你講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這本書 對這個問題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說 用錢賺錢比用勞力賺錢快 所以一定會貧富懸殊越來越厲害 只有兩個方法 第一 所得稅要窮人課得多 第二 社會福利要偏向弱勢 就這麼簡單 今天不是理論的問題 今天是執行的問題 這個國家最欣缺的是執行力 要講大家都會講 他有講到三黨不夠半 我當台北市長第一任 議會六十三期我是零期 第二任六十三期我是一期 請問台北市政有遭到什麼困難嗎 很少 為什麼 如果你做的是大家都相信 是對民生有益的 大家也不好意思擋 所以就是 為什麼國民兩黨會把國家搞成這個樣子 每天都在做沒有用的東西 搞到整個國家爛掉 何市長提到了 我說中華民國是神話 你回去看看錄影帶 是你那一次公辦政經委裡面 說到中華民國憲法是兩岸的護國神山 我說這個是我第一次聽到的神話 我並不是指中華民國是神話 而是指你所說的中華民國憲法是護國神山 這句話是神話 那剛才賴清德一直要把這個去跟什麼一個中國什麼 一直要扯上關係 這又是典型的穿著護衛 某紅的手段 下面中華民國的到底是中共還是民進黨 我跟你講 不知道你的幕僚有沒有跟你講 你剛才有誓言 你說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護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跟你講 你們今天晚上的名嘴要忙著替你消毒這句話 你現在是說中華民國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那你不要選中華民國總統就好了嘛 你要選台灣國總統嗎 第一手觀察 晚上8點政治新局美中台關係帶給你最順利的分析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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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